大家好,我是Dan 这个影片想要针对最近有部分留言说 明镜事件是我带风向 装中立,装客观 看风向拍影片的部分 为自己反驳一下 也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决定主题摘选留言 整理韩文反应 以及从2018年10月开始拍片以来 我从未说过的我的真心话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为什么会拍今天这个影片 在五年多的拍片时间里 只要是敏感一点的主题 每次都会有人留言 我在带风向看粉丝说话 洗白或抹黑 但包括之前消失的频道在内 上传的将近2000多个影片中 我只有在2020年11月14号的影片中 承认并道歉了有关前一天 制作的Pontan Sunan的影片 因为身为粉丝 未能控制情绪 确实说出了带风向的话 其他影片我能发誓 我从来都没有想要刻意去带风向 不管有多少人怎么说 我也没有特别去做解释 因为我相信 一直有看我影片的人 一定会相信我的真心 而不想相信的人 就算我解释了也不会去相信 那这次为什么要决定解释呢 因为已经看到有人提起 大选小选的名字了 我之前有说过 除非是我真的做错的事情 要不然对我的人身攻击也好 造谣也好 什么酸言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看到女儿们的名字也出现 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所以才决定拍这个影片 首先我选影片主题的顺序是 网友敲碗 韩网热搜 饭圈论团热门话题这个顺序 没有特别主题的时候 会发布K-POP百客人物词典那种 跟新闻没有关系的内容 而摘选韩网留言的时候 会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 爱斗趣味影片 轻松而不敏感的内容 我只从该天文底下的留言中摘选 第二种是 我会参考算是韩国饭圈论坛的 最后就是有争议或是敏感的主题 因为不能只参考特定论坛网站的留言 所以我都是参考 然后从各个天文新闻影片底下的留言中 将除了人身攻击真的无脑的留言之外 会分成正面负面来整理 然后在整理的内容中 删掉重复的内容 就是删掉语气用词不一样 但意思其实是一样的留言 一般尽量想将正面负面留言书做成一样 绝对不会为了带风向 所以只拿偏一边的留言 如果在韩网偏一边的反应更大 甚至是一面抖的时候 也会设法找出另一边的留言 这就是大体的流程 至于敏尼近世间是我带风向 看风向拍影片 看风向的话是看韩国风向 还是华语圈风向呢 因为我是给大家介绍韩网的反应 所以不会去看华语圈风向 其实也不知道在哪里看 我看到有人说 我是站在海部那边说话 也看到有人说 我是看风向开始站民意那边说话 我到底是帮谁说话呢 我只是把韩网的反应 整理出来给大家而已 大家去看一下 从4月22号刚爆发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天 额多发表声明之后 一直到记者会之前 韩网的反应的话 不管是新闻媒体论坛什么的 都是一面倒的负面 拜托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之后再判断 不止这个影片 我上传的所有影片 如果觉得不对劲 就可以去我说的那些网站查证一下 我很有自信的可以说 你一定会发现 我真的过滤了很多更严重的负面内容 如果是一心想帮海部说话的话 什么米尼锦周术经营 韩国医师协会提起米尼锦 因为米尼锦海部一夜之间蒸发了YG市值 这些也全部都做了 老粉们应该知道 我开频道以来第一次第二次引起争议的影片 两次都是与Blackpink剪影有关 因为是开频道第一次被骂得那么凶 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被很多人骂说 故意替YG护航 替钱你护航 三字经什么的都来了 之后Signy的时候也是说我带风箱骂Signy 古月三那个时候说我偏向安吉尔 韩国大男人主义 韩所以时候也说是我带风箱护航 韩所以 只要当时韩国的反应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就说是我带风箱 我只是把当时 韩网的整个反应整理给大家 我是真心想知道 带风箱的话 对我或者是频道有什么好处 已经这么多订阅了 如果只是为了流量 大概看一下华语圈观众们的风箱 做一下大家想听的事情 要不然就搞分歧 帮两边都说话 让两边的支持者都打起来 会对流量更好 这样我也不会被说带风箱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带风箱 不过可能真的那样做了 也会有人说我故意引起争议 故意讨好关注 在民警记者会之前 韩网一面倒 所以我就将一面倒的内容整理给大家 记者会之后 韩网有了变化 我就将有变化的部分整理给大家 我想问一下 在华语圈是没有因为民进的记者会 而改变想法的人吗 韩网很多人就是那样 在看了记者会之后 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不是我的意见或风向 是韩网的反应 然后也有人说 我很快的做了很多黑民的负面影片 但对民有利的影片 却只做了两个 记者会之前的影片 大部分都是消息在台湾韩国报道之后 第二天才拍的 记者会那一场我看完直播后 这里都快凌晨三点了 所以第二天起床 马上就整理了135分钟多的记者会 虽然很努力做了 但是还是没能在韩网时间6点发片 做到7点多后才上传了 然后有很多人思绪问 为什么韩网有了大变化 所以我也马上做了相关影片 如果按照上面逻辑的话 不管上传影片速度还是影片时长 我不就又变成了占民这一边的人了吗 更何况我因为海捕对旁贪做的一些事情 我个人是很不喜欢海捕 还故意办海捕说话 恨不得让他们被骂好好反省一下 但记者会之前 韩网的反应就是那样 我不能把没有的事情拿过来吧 我真的搞不懂 带风枪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 是真的觉得对我有好处 还是只是不喜欢我 所以故意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我很中立 我只是说过 我想尽最大的努力提供中立和客观的资讯 我对天发誓 我绝对没有过试图改变舆论或带风向的行为 我知道 不管我想要怎么证明 以后应该也会一直反复出现 带风向或者是其他与我意图不相符的留言 但应该也不会再做回复了 我只想说 对我的酸言也好 恶评也好 在我开始拍片后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如果再看到把家人拉进来的话 我一定会走法律程序的 最后想要谢谢那些留言发资讯 支持我的粉丝们 网友们 谢谢你们 我看你会走法律程序的